大家好我是凱俊 歡迎收看特戰矯正班 今天是莫莫片的第3集 還沒看過上一集的觀眾朋友 也可以點資訊卡去看看唷 莫莫的排位是銀牌1 那我們就開始吧 然後你要知道凱咒的機器人 其實不是這樣用的 因為你要想你已經知道C 弄有人了 那你放在這裡有什麼意義 就是他被打掉了 對面也不會停下來 今天砲台跟Q的用意比較像是 你要擺在一些適合他們的地方 但我不會形容 他們有很適合自己的地方 例如Q就適合擺在什麼 多個轉角的路口 因為哪裡走來都會被你Q到 或者是砲台就適合什麼之類的 我也不太懂 反正我只知道你砲台放這裡絕對是不對的 因為Q也已經在這裡 你這時候砲台可能可以 如果你真的想放 你可能可以放在點內 就我現在滑鼠這個位置 或者是 你放進來這裡 至少要怎麼樣 讓你隊友知道說 他們過來後面這一塊 因為這個Q叫了 他不一定是往這裡走 不一定是往點頭走 你如果這裡有放一個砲台 就是你真的要放的話 我會建議是這樣放 至少你不要再跟你的Q重疊 大概是這樣 然後盡量砲台不要放在一個 太好打掉的位置 你這樣放在路中間 他們根本不用走到一些很難打的位置 他們站在路中間就可以把你砲台打掉 而且 你也沒有說要跟你的砲台雙架 你這邊 隊友淹起來了 你不覺得那個砲台就沒有什麼用了 好 Dash進來 其實你這時候還有一個蛋 那個解體死不出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閃身的 然後朝這個角落丟一個蛋 把他逼出來 或者是把他逼退你 就可以再慢慢往前吃了 因為你們現在點內地盤很少 你們這一塊基本上是放掉了 你要怎麼樣搶回來 你就是丟一個蛋 看那個解體是要往左邊退還是往前吃 你就是丟那個蛋 然後再決定說解體沒有往前 就往前 就可以再把這個地盤搶回來 就是其實不要害怕對槍 這個就是該打的時候 你這種時候 你這樣子 就是在 架在這裡 你只會被他們慢慢吃過來 然後你屁股這裡的人 也會慢慢吃過來 你看這個這個人 刀都已經揮過來了 如果你沒有被他殺死 你就會被打死了 意思就只是說你要趕快去擴大那個地盤 那你看假設今天這個 該客死了 那你把解體也殺了 你們就又互換了 你又把這邊搶回來了 他們把這邊又拿到了 那你又可以再跟這三個隊友 再把他包起來 你懂嗎 因為 你今天沒有去搶這一塊 所以你們的地盤 就還是只有這一塊 那你們兩個在這一塊 他們兩個就是 他們兩個來夾你 那如果你主動用技能 去把這一塊搶回來 那你今天這個該客倒了 也沒有關係 因為你有這一塊 那你就看你要 從這裡去夾 還是再走回來 跟你這兩個隊友去包夾 這個屍股 就算有煙也沒關係 因為你人還在點內 他們出煙的 看是要幫你補槍 還是他們被打死 你幫他補槍 這個屍股終究會死 這樣要懂嗎 其實點內的地盤 不可以隨便亂放掉 今天不管你是守衛 你是什麼角色 其實都一樣 守點就是這樣 很多人 人家抓進來 就跑 就跑 打那個Haven 那個A 每次我跟他們守點 他手一手就剩我一個人 因為他們只要一根偵察進來 叮一下 全部都不敢站點內 那 那這樣我們一開始 都 五個在家裡就好啦 這其實 是要去跟他們做一點交換 不可以讓他們這麼輕鬆的拿下來 其實你不要怕打輸 你不要覺得說 你這樣去對解體 好像在送頭一樣 如果你有配個蛋 你可以把他的走位 逼一點 看他如果沒有 因為他 你蛋如果可以丟到這一塊 那他如果站在這裡 他不是走出來跟你對就是後退嗎 那你就可以走過來了吧 至少你確定你不會在走路的時候 被他時間差的拉出來 幫你一發 其實重點是這樣子而已 那如果聽不懂的話 其實因為有的東西 其實講了 用講的不好懂 其實你下次就可以 試著去做做看 就是 眼睛的地盤不要放 你要去時時刻刻注意說 你身上還有沒有什麼技能 可以去反丟 然後可以去反清一些地盤 這樣 OK吧 真的很難打 你有注意到解體子dash 你就換了一個白髮 我 認同你 Q跟這個 你腳底下這個 炸彈的白髮 但炮台就有點多了 因為 他們在C弄這個消息是 你不需要去知道的 就你不需要用道具去知道的 他們是不是丟了一坨技能 你還扣盖克丟了一個flash 那其實你就不需要這個炮台 這個炮台就可以像我 真的想要單手 你擺在這裡 那擺在這裡的意義是什麼 叫了你就拉出來 因為叫了表示他人在這一塊 對不對 他就已經走進來了 如果隊友把這裡 沿起來 隊友把這裡沿起來 你炮台放這裡 然後你人站這裡 如果是這樣子 那這個炮台叫了 是不是表示這裡有人 那他後面是不是被淹起來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他後面會不會有人補槍 那其實 如果對面在打這個炮台的時候 你就可以出來扁他 不用走這麼出來 我這個有點手慘 基本上就是往前走個一步 你就可以出來扁這裡 對不對 你如果真的要放炮台 你想要單手洗 你放這個箱子上面 的效益絕對大規定 因為你放這裡 沒有什麼意義 他今天被打掉了 他們人還是在這麼一大塊 你沒有辦法確定他們人在哪 但今天你放這裡 他被打掉了 至少你可以確定說 他們人是走進來打的 要不在這裡 要不已經走進來要吃你了 你就要準備好了 你不要放在一個 路中間 假設你打A 很多不會玩的 不知道為什麼進攻A的時候 就直接這樣 隨便丟在路中間 你覺得這個炮台有什麼意義 我現在舉不到一個很好的例子 但是很常會有一些人 就是把炮台放在一個 根本不需要那個炮台的地方 就我舉這個反而還不太好 但最好的例子就是你剛剛這個 因為你看 你這樣這個炮台叫了 或者是被打掉了 你會知道他們人在哪嗎 你不會知道 你只知道他們人在C大 那他們人在C大這個消息 需要你這個炮台去知道嗎 不需要 你已經摳該客在這裡丟一個眩眩了 你已經摳該客在這裡丟 這個是蠻常規的丟法 你有知道你也會摳隊友這個很OK 只是因為你已經知道人在C大 他們也沒有在跟你客氣 那個腳步聲啊 那個技能聲那麼多 那你放這個就沒有意義啦 你應該下次再放技能前要多思考一下 他有沒有用 他的用處大不大 那為什麼炮台不要放那裡 Q可以放這裡呢 因為 第一Q可以弱化 加上他們踩到Q 就表示他們人已經走到這個範圍了對不對 至少你走出來 如果真的這個煙在這裡 他們如果往前跳 或者是往後跳 至少這個Q叫了 你人就可以拉出來 然後往這邊 看你要用罐 還是要 出來打人 如果人家已經走出來了 其實Q的擺法又跟 E的擺法比較不一樣 這邊就做得很好啊 但有時候你們就會突然會了 然後下一局又不會了 就是你這局就做得很漂亮 你有看到嗎 敵人Rush進來的時候 你看 敵人Rush進來的時候 你先 開了一個蛋 你先開了一個蛋 擋他後面的人 然後 解體飛進來 你這邊再開一個蛋 然後你就知道說解體要落在這邊 你知道他的站位不好 你要先扁他 然後扁完他之後呢 這個Q沒有叫 你又先拉回來這邊 你又先拉來左邊 左邊先扁了一個 然後你知道這邊還有一個Q 然後你就 你就再走回來 然後這個Q一叫然後你就馬上又拉出去扁他 其實你都做到了 但就是 有時候也有時候沒有 我就會不知道 你到底是會 還是 剛好 就是剛好 給我塞到這一波操作 但其實這個操作你不覺得整套打下來就很漂亮 如果你每一局都這樣打 那這個C點他們有可能打嗎 不可能 每次進來就跟你換三隻怎麼打 每次你都一換三那怎麼玩 所以其實 你如果 每一局都有這種水平的話 那其實這個出去pick就可能打上頭的三殺 我覺得沒差 只是這碗前面三個接得很漂亮 這個就跟前幾局看起來不一樣 你去接你換一個思路了 你的道具都擺得很OK 一個用來擋他們 那個 決鬥者後面的隊友 然後另外一個 知道他這個 這個人很喜歡 飛角落 你就丟一顆在這邊 你知道他飛下來落地 你要開彈來打他 第三個 你知道說 這個Q還沒叫 然後你就過來 他一叫你就馬上拉出去打 蓋克 一切的一切都是 這麼的合理 但就是 你打了五局才出現了一局 然後後面好像 就又沒有了 其實 這遊戲沒有這麼難 至少 你打的場次 不會到這麼難 你只要每一局都有這種想法 你都知道說我道具擺哪裡 我現在要幹嘛 我接下來要幹嘛 我看到什麼要做什麼 簡簡單單 隨便就散殺 你看 你看你看 他打掉你那個砲台 甚至砲台都不用叫 你懂嗎 我就說那個砲台擺在這種 這麼開闊 這麼好打的位置 問題就出來 打你這個砲台 甚至砲台都不用叫 他就這樣 動動動 然後你砲台就不見了 所以他這樣打 你這個砲台就是有跟沒有一樣 現在中路變成全空 中路已經被摸進來 還好該課打贏 一點有兩個 該課你夠好 等等 30分鐘 接著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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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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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你看甚至你自己都知道這個大根本不用插你也不會有隊友去怪你 就是我跟你說他們也沒有在管隊友 他們都是傻傻的自己玩自己的而已 所以其實你有時候就不用太去反照說隊友做了什麼 然後像你為什麼要來放這個砲台 好像是那個對面的歐門開大 然後我擔心說會飛到這邊 飛到CT嗎 對 那你知道如果他真的飛到CT他已經落下來 你這樣跑過來你已經死掉了 而且如果他飛C就表示可能要打C 這個Cube是放在門口的 你這樣跑如果人家已經到門口你也死掉了 我只是想要跟你講就是你有這個想法 不差 但你的執行的方法我覺得是錯的 就是其實你不需要甚至你可以買自己的資訊 你懂嗎 就是如果他真的TPC 那說不定他落地就直接下包對不對 正常都這樣嘛 歐門帶一包TP 然後轉點轉點轉點 然後他帶一包TP 如果他TP到CT 你就要跟隊友直接講Cait CT 這樣就好 你不需要去漏那個贏讓隊友去做事就好 你甚至可以在這邊等 如果歐門是帶一包的 他想要直接下包 你就可以直接把他打掉 包就是你的 你不覺得有時候會有這種狀況 就是真的會有那種帶一包的轉點 然後一落地就直接下包對不對 覺得C空了 A點打那麼久了 C點應該不會有敵人 所以他TP過來就直接下包 這時候你就可以打他一個措手不及 你知道前撥我在哪嗎 不知道 不知道嘛對不對 那不知道你怎麼敢這樣 這樣子走過來插這個大 你怎麼敢這個路口都沒有清乾淨就拿 就拿你的大出來 如果他人在這裡你已經死了 如果他在遠的你也死了 因為他包是在這裡的嘛 他包是在外面的包 不是在樹屋的包 所以他很有可能在外面 剛剛要注意到隊友的情報是說 他的這個皮蛋是在這個外面這邊拆包 裡面的就是給樹屋看的 外面的就是給外面的人看 那你看他是在外面的 那你怎麼敢 點都沒有插完 你就直接在這邊這樣 插到一半就直接拿大出來 那如果他人在外面你就死掉了 而且甚至這時候你不知道他在哪 其實你大插這邊 他如果人真的在外面 你一死這個大就直接被拆掉了 你大要插在一個比較隱密的位置 例如前面這個轉角 他比較難打掉的位置 你插在路中間 那你這邊一死 你這個大是不是就直接被拆掉了 而且該課殘血 其實這時候你就是進去幫忙了啦 不管他在哪 你就不要浪費時間插這個大了 你還不知道要怎麼投稿矯正班嗎 不用擔心 現在投稿矯正班超簡單 我製作了一個Google表單 給各位想投稿的觀眾朋友 你們只需要點擊影片說明欄的這個表單 然後進去把該填的都填完 就投稿成功啦 也要記得加入我的DC群喔 這樣才方便與你聯絡 只要你有需要我幫助的地方 都歡迎投稿喔 以上就是今天的momo篇第三集啦 momo篇整體都是比較基本的觀念 但都蠻實用的 歡迎各位多多分享給你身邊比較新手的朋友喔 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我喔 謝謝大家的觀看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好喜歡我的影片 好了 按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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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